上週的港股恆指以19627點收市 比前週跌422點 5月上半月的恆指陷入紮幅牛皮 成交銳減的局面 問題是後市如何走向 很多人擔心傳統智慧 五窮六絕將出現 以指後市將向下滑落 無疑不少因素困擾大市 其中一項為美國的股市反彈似乎已完結 後市可能會再展跌勢 恐怕會拖累港市 其次 在港上市的科技股如騰訊 0700 及阿里巴巴 99888 繼續受到外國的主要股東擺明車馬沽售 股價售壓 拖低恆指 在恆指最近的貴減中 科技股的比重進一步提升 此因素甚為重要 以軍籍回歸理論看 大市經過2月至4月的3個月調整後 5月陷入雜幅復徘徊的局面 4月的高低點都在4月高低點範圍之內 而過去兩周的日 軍交頭萎縮至止得971億餘元 比4月再跌 始終當然包含假期的特殊因素 但資深的分析員都動色 後市絕不宜看淡 以月線圖的每天收市指數看 5月份已經形成先高後低 都點為5月8日的20297點 低點為5月12日的19627點 暫時波動幅度只得670點 異常狹窄 今個月上有12個交易日財完結 今週恆指的表現將十分關鍵 如果今週逐下跌 恆指將向19380-19000點的區域滑落 整個5月維持先高後低的態勢 5月低點大有可能跌落19160-18760的區域內 但倘若恆指咬腰以上 向上升月20297點 則是月紐轉成先低後高 形勢改觀 高點很可能於月底升回20 680-2870點的範圍內 本港及內地的經濟在復甦 上市公司的盈利將回復增長 勢必刺激港市回升 香港乃全球最開放的一個經濟體 各國資金流入 目的是要賺錢 一些大資金判斷已經賺到滿意 沽貨離市 毫不稀奇 獲利貨轉手後 隨著公司的盈利上升 下半年股價向上飆升 乃意料中時 以移動平均線分析 目前恒指表面上跌穿 所有主要移動平均線 包括10天線 位於19882點 20天線 2036點 50天線 2010100天線 20413點 及250天線 19699點 非常不濟 細心分析整套而平線 便刻然發現 大市再跌幅度極有限 他日牛市再發力之時 上升幅度卻可以非常可觀 然後 2030天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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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